前面這個角色其實開始沒想過是現在的方向 因為我開始想的時候會連戲 但不會想出現這麼多次 我覺得我是一個很幸運的人 上天對我很多眷顧 我不會在乎這個角色是一個會想出現還是不想出現 只要是一個可以給我一個演出的機會 如果時間夾得到 我很珍惜這件事 首先我要感謝每一個比於我工作的人 因為這麼多東西要找 為什麼要找你呢 他想找我 對我有一種肯定 我沒有想過做主角 不是一個做主作的料理 不要讓我做主角 其實我有份演出 我已經很開心 很開心了 我反而是開心在跟整個團隊 我可以從中學到很多東西 想 但我計算過經濟或現實生活的條件不容許 因為你始終沒有正式學過 或者你是靠豁絕所有的天分 我覺得我真的是負責 並不是多謝機遇問題 所以其實一步一驚心 真的三十二立 你不再想的是夢想 你想的是現實和經濟 如果你連你自己也不喜歡你自己 你憑什麼叫人去喜歡你呢 所以我覺得 一定是你自己要愛自己 你自己也不喜歡你的外表 你只可以想你如何改善你的外表 應該說 能夠瘦的 哪個女生想肥呢 但因為我不是一個受歡迎的同學 我也很討厭 可能我比慈美麗 慈美麗 可能我以前處理得不夠完美 可能我以前自我脾氣比較大 自我中心 你不可以融入別人的社會 別人的群體 別人有別人的群體 不過 我自己也是我自己的朋友 所以我覺得去樂觀地看 其實不同的地方都好 找一個自己適合的生存方式 享受那個網民就可以了 最大壓力不是網民 是家人 其實我可以說 如果她不支持你 你做什麼都沒用 家人才是你最後最強的支柱 不過我也擔心 下一波衝擊出來的時候 我媽媽會怎樣對我大型事後 其實我這次看了這個樂評 有一件事很好的 我很贊成的是 就算人們罵你 也是你成功的一部份 你越被罵你越開心 然後說 我要有的 因為始終她說 他們投入了一個戲 是你 你做到 你才可以成功 否則她看完都不記得你 有些人都說 她說 有些前輩都說 寧願他罵你 也好過寧願他沒事你 因為這一行就是要人記得你 所以我現在也全力以赴 我會向最討厭的角色的目標進化 我希望現在人們只記得我的角色名 下一日大家會記得我的名字 還要去找你 要去找我 收手吧 美妹 這個人也不喜歡你 你搞那麼多東西 做甚麼 讓她好好的皮皮街試試看 試試看一看 哈哈哈 放一隻腳下去 讓你得到又怎樣 他今天可以為了你拋棄一個人 他也可以為了另一個人拋棄你 我只是一句 放棄吧